大中国小的学生按照步骤 搓揉手中的汤圆肥皂 体验化工的神奇 因为他们的学校向幸福国中区域 职业试探与体验示范中心 升起了课程 让这群高年级的同学 抢先了解与体验未来高中职的 即职教育 而当天率学生教授他们 体验化工职群的龙华科大教授 也介绍了课程内容 那我们今天要安排两个实验 第一个是肥皂 我们做那个汤圆的肥皂 就把肥皂跟 我们是用皂机 把它融掉 加面粉 做成一个汤圆的形状 让学生回去可以拿着玩 然后做一个有趣的实验 我们希望学生做完这个实验以后 对话 第一个对话工 有一点兴趣 做实验 并不是像他们想的那么难 然后有趣的化学实验 那第二个他们可以带回去 体验一下自己 亲手做实验的一个兴趣跟快乐这样子 学生也分享当天实验心得 亲手体验用皂机混合面粉 并以简单的色素上色 就能完成好看又实用的汤圆肥皂 让他们觉得实验很有趣 也对相关科系有更进一步了解 就是很有趣啊 然后做一些就是可以亲手体验 就是做肥皂 然后可以捏出自己想要的那个造型 就觉得还不错啊 我觉得跟平常上课很不一样 然后有很多在学校做不到的东西 在这边都可以有体验这样 就是对未来可能比较有帮助这样 就我觉得这个活动很不错 因为就是希望可以多一点有这种活动 因为我可以更知道每一个科系 它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觉得我非常不适合这东西 因为这东西它要的那个控制的量 我掌握不到 它就可能这个加一点那个加一点 然后我都掌握不到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很适合 可是我还是愿意去尝试 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我觉得它很适合我 因为我觉得我很聪明 然后呢我做的很好 虽然我手都弄的很脏 但是我觉得我做的很好 对 为了强化技职教育向下扎根 教育部国教署 从民国105学年度开始 与各地方政府合作 设置45所区域职业试探与体验示范中心 幸福国中便是其中一处 提供国小五六年级和国中七到九年级的班级申请 体验中心的老师也介绍了幸福国中设置的特色职群 与在立工业区和医护业息息相关 那我们职群中心的成立方式呢 主要是因为因应附近周遭的工业区 然后所以成立了一个化工职群的部分 那有医护群的部分则是因应呢 我们跟领口长根是很接近的 所以呢我们有医护群以及化工职群 这两大职群然后去做一个科系的介绍 然后还有一些学生的体验 对那如果我们要来参加我们的职群的话呢 我们可以利用属开学期间上学期间 然后是以各班为单位 我们也有开办含暑假 那一样都是完全免费的 那非常欢迎各位同学来参与 主要是要让学生能够体会到 就是我们的未来 就是不要有那种读错科的概念 让他能够对职群更有一些认识 然后或甚至是最好是产生一些 教育部期盼透过媒合平台 让更多人对技职教育有清楚的认识 而幸福国中校方也欢迎其他学校 永远申请 课程免费开放 带孩子们提前了解技职教育 记得的提订台会报导